假设x呢是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2π的一个角度 是求f of x等于sin x平方加上cos x减1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f of x等于sin x的平方加上cos x减1 好那在这边呢我们有sin x以及cos x 所以我们有两个位置数 那我们要求最大最小值就必定要用配方 那配方呢只能用一元二次方程式 那我们这边呢现在是不是二元二次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sin平方向利用平方关系 sin x减平方加cos x减平方等于1 我们要用这个呢平方关系来把sin x减平方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做配方 负号提出来cos x平方 再来减掉cos x 所以我们要加上四分之一 那加了四分之一但是前面是负号 所以我们要再还给它四分之一 接着呢我们把式子用乘法公式把它缩减起来 就变成负的括号cos x减二分之一的平方 加上四分之一 好那因为我们题目有说 x呢是介于0到2π之间 所以我们的cos x的值 就会介于cos 0度到cos 2π之间 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cos x是介于1到负1 好那我们呢把它带回来 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函数的部分 两边再减掉二分之一 所以就是1减二分之一 然后这边呢负1减二分之一 好负1减二分之一呢是变成负二分之三 好那接着呢要在平方 好两边平方 好这边平方呢二分之一 这边平方呢是四分之九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平方会介于四分之一跟四分之九中间 好那但是呢因为中间还卡一个正负号 中间还卡了一个0 所以我们的最小值会是0 最大值呢是四分之九 好接着我们再加一个负号 所以我们要变号 所以变成了小于0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0大于等于负四分之九 好不要忘记我们最后面还有个加四分之一 所以我们再把加四分之一写上来 所以我们就会小于等于4大于等于负二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最大值是四分之一 而最小值呢就是等于负二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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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